今天要讲这个 参修的心调 其实讲这个参修的心调 这个抽题太深了 我还没有这个资格来讲 真正这个禅修这两个字 其实在巴黎文是叫做Bavana Bavana正确的翻译是心智的可以发展 那心智的可以发展呢 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Samatha Bavana 一种是Vipassana Bavana Samatha Bavana在华文里面 我们翻译成修子 那在这个Vipassana Bavana 我们翻译成修官 那至于一个人要修呢 要先修子或是先修官 阿难尊者曾经回答过比丘的询问 有比丘问阿难尊者说 一个人要得到解脱生死的话呢 应该先修子或是先修官 阿难尊者说 阿难尊者说 某一些人他是适合以这个子为前倒 然后官随后 某一些人呢 他是适合以官为前倒 然后子随后 还有一些人呢 他适合只官相父的心 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禅修 或是这个心就在培语发展 我们要注意呢 不要太过强调一定是先修子 或是一定是先修官 这是看个人的根据来决定 那假如说哪一些人 他的心很容易流去 他可以先修子 有些人他的智慧根据很利 那他可以取这个官 那有些人他的心是很活跃 特别是一些常常要动用脑筋的人 所以这些人呢 他不能够修子的话 那他可以通过 Yoniso Manaskara Yoniso Manaskara 在华文的幻音里面 就是主理思维 主理思维呢 他并不是一般上的我们想 想可能是胡思乱想 但是主理思维 他的范围呢 不可以离开三法印 就是他的思维 范围里 必须呢 跟三法印相应 佛陀也常常教导我们说 比丘们 你们应该呢 每天思维五件事情 知道哪五件事情吗 就是我们必定会老 必定会病 必定会死 必定会跟我们 亲爱的人 或所珍惜的东西 别离以分散 必须常常思维这个业报 就是我们是业的主人 我们是业的继承人 我们应业而生 业是我们的亲主 我们以业的义归 假如我们常常呢 如理思维的五页东西 的话呢 我们的心呢 会慢慢淡下来 你想想有一天 你一定会老 一定会病 你一定会死的话 那东西你也容易放得下来 所以通过这样的如理思维呢 也能够慢慢使你的心呢 趋向你平静 因为我们的心不能够平静 就是你的心呢 充满着欲望呢 那当欲望减少了呢 我们的心就容易趋入平静 所以可以先 通过如理思维 使到心平静 然后再进入关照也可以 所以修行是多方面的 或是单独一方面 有时我们可以发现到 在我们修行上所面对的问题呢 理论归理论 实际上的修行 理论它可以很有程序的介绍 理论它可以很有程序的介绍 这样像我们读大师念著经验 它是很有程序的 理论呢 它不可以跟你乱掉 明白吗 它一定要程序分明 先从这个 GAYA MUVASANA讲起 然后接着下来呢 跟你分析这个 VEDANA MUVASANA 一个一个分析给你听 讲给你听 理论是程序分明 这个是对没有错 但是在我们修行里面呢 不一定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修行的过程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呢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或是照着持续来的 新的变化很大 有时它很散乱 有时它很临近 有时它很温存 有时很散乱 新的状况 它随时都会改变 所以你说 它已经要用哪一个方法来 有时也讲不同 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常常有一个比喻 你们以前有常常看五下小说吗 以前我也很喜欢看五下小说 降龙十八掌 你没有听过 假如你跟一个老师学降龙十八掌 然后呢 你跟他学 他一定从第一掌 教你怎样发招 第二掌那怎样发招 直到你学完十八招 对吗 但是 你去跟人家打架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从第一招 八到第十八招 为什么呢 你假如从第一招 八到第十八招 你倒下去 被人打倒了 打架是见招拆招 修行也是见招拆招 因为修行不是理论明文 你碰到什么问题 你就要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清楚 理论可以讲的很有程序 但是修行碰到的问题 你要对付呢 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 一些人在问我 师父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学习禅修 那你认为禅修重要吗 以前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禅修 禅修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假如一个人有经过学习禅修的话 他就会发现到 原来我们的心是这么乱 没有修行过的人呢 他不会感觉到心乱 当我们想把心静下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不容易 我们心呢一般上有两个模式 他就是很喜欢活在过去跟未来 我们人很苦恼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伤心过去 担忧未来 我们碰到的种种的事情 我们那种担忧 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种思想模式 其实佛陀叫我们 顺念这个心活在当下 不要活在过去 也不要活在未来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 未来的事情还未发生 谁能够清楚看到 远前所生起的话 耳部摇动 那肯定呢 他没有哭 明白吧 我们一般上呢 是很喜欢回忆过去 恐惧未来 我们碰到的种种的事情 我们就担忧 摇动 所以佛陀叫我们呢 顺念这个心活在当下 顺念这个心呢 他必须呢 有一个目标给你抓 好像在这个大四面诸经 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修订的方法 不是一种 所以我们学过的人也不要偏差 这么多年 我发现到 有些禅师呢 在修行里呢 他的切在某一方面 他有他的成就 但是往往他过分的强调 他那一方面的法门 而顾列了其他的法门 也会造成很多的偏差 所以我们在交禅的过程呢 记得不要偏哪个法门 你可以说这个法门是适合你 但是不一定呢 一个人都适合这个法门 就好像你喜欢吃柜调啊 不一定呢 就说柜调是最好吃的 康工面不好吃 其实有些人很喜欢吃 康工面 他不喜欢吃费钓 有些人呢 费钓他也不喜欢 康工面 他也不喜欢 他很喜欢吃 Roti Prata 你不可以想 Roti Prata不好 他吃的饱就好了吗 可以吗 所以在四四种餐修法里面呢 假如他适合哪一个方法呢 你不要去阻止他 假如他叫你教导他 这个方法 假如你没有经验 你跟他讲 我不熟悉这个方法 我只熟悉这样的一个方法 假如你要学那样的方法 我不熟悉你 跟别人学习 那这样就不会造成 有门户之鉴灵 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看到门户之鉴很鲜明啊 甚至呢 自相的排挤啊 好像有时候我们看到 有些道场 他叫Rising and falling 他就不允许啊 修行其他法门的人进来了 他说不可以啊 我就曾经碰过这样的问题了 我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曾经跟一个老师学 学是Rising and falling 但是后来呢 那我出了家回来呢 我想到那个道场去挂奔 他不允许啊 不允许的原因呢 不是什么 就是修行的法门不一样 记得呢 试院呢 是一个地方提供给四方众 任何人呢 要来修行都可以 不管他修任何法门 以求指教 根据这个戒律 根据 寺院的事规 来走呢 他要住呢 随时都欢迎 最主要他不要弄交 会也交 不会也交 但是很危险 假如他住下来 他要修他个人的法门 千万不要去阻止他 明白吗 所以假如我们能够以这样 开阔的心来接纳的话呢 那哪一个传承 哪一个派虚呢 都无所谓 我们都像兄弟一般 没有说 你修的是Rising and falling 我修的是Anabhanasati 走你不可以走 像我们越学呢 那个心胸越窄 不是越阔 我们知道 他可以住 不是不可以住 只是说他不要乱教导 就可以 他要修个人的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环境 给他修 因为寺院本来是给出家人 给修行人来住 明白 好像有时有些 比丘去世来 他说师父 我修不经观的 我可以住吗 一般在我们那边 一开始我们都是叫他 观呼吸的 可以 假如你善用你的方法 那里可以住 他也很高兴能够住下来 他用他的方法 我们那边去主 主 问题我们也要看出他 会不会越修越怪怪 这样 假如越修越怪怪 等下走火入魔 我们只要注意 要看他的 挤动有吗 假如他的挤动 当时已经超出了一般平常人的那个挤动的话 我们就要注意 但是假如没有的话 他能够住得很安乐 无所谓 他可以住下去 培养他的福德智慧 那在这里呢 我也顺便介绍一下 泰国一般上的修行方法 跟 缅甸的一般上的修行的方法 之中 他能有些什么不一样 给大家参考一下 也许这是我个人的偏见 也不一定了 你听了之后 不要完全相信 你自己要慢慢去观察也可以 很重要啊 不要师父 尽管讲什么东西 你就马上相信 你听了之后 要有思考之后 会不会再接受 我们佛教徒 常常讲正信正信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很迷信 你知道吗 为什么讲我们很迷信 当人家讲什么东西 你就完全毫无怀疑的 一百发现接受了 这叫做迷信 我拿一个日子 给你们知道 什么叫迷信 什么叫正信 打一个比喻 你们从来就没有吃过盐 你们从来就没有吃过盐 我手中抓了一把盐 我打开给你们看 居士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我说这个是盐 盐 我就接着跟你讲 盐呢 你吃下去你会感觉到很咸 但是当你拿多一些放在菊花里面呢 你会觉得它很苦 当你吃下去的时候呢 你会口很渴 然后呢你必须喝大量的水 你才能够接口 你相信吗 你说啊师父我相信我相信 这个叫迷信 什么叫迷信 你我个人所说的东西 你还没有去思考 没有去证明之后呢 完全一百发现 啊我相信我相信 所以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 也不要以这样的态度 读到经典一百发现没有怀疑 所以佛佛在接纳摩经里面呢 他告诉我们 不要轻信经典里面所记载的东西 他真正的意思呢 就是说叫你完全否定 而是呢 经典记载东西呢 你要去思考 然后呢 应用在这场所中 来证明 他所讲的是不是这样 假如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 你过来 真的吗 师父 让我试试看一下 你从我手中呢 拿一些盐放进去 哇很闲 再拿多一些放进去 哇很苦 是下去了一段时间 哇 口很渴了 赶快找水来喝 解渴了 啊这个时候 你相信 你这个时候相信的 不是相信我所讲的 是相信你所体验的 来证明我所讲的是对的 你这个信呢 升起呢 才叫真信 你看我们日常说中 我们常常讲 我们学过要有真信 要有真信 有几个有真信 很多都是迷信啊 哦 师父这么说 啊 经典里面这么说 我们都是很迷信 迷信经典 迷信老师 迷信权威 啊 所以我们要注意啊 做一个真信的佛教徒 你听到的东西呢 当你听到一件事情 你从那边听过的东西 不要马上排斥 也不要马上接受 你应该以致的思考 能观察 然后时间将这场收拾 的确是对你有益的 对你是善的 啊 对你是好的 对你是有帮助的 啊 啊 所以讲真信是这样啊 啊 希望你们可以做一个真信的佛教徒 你们今天听师父讲啊 你不要马上 全部相信啊 啊 假如全部相信 我也不要 第一次呢 实力佛尊者 佛在开释法的时候 佛讲到一个人呢 假如 培育发展五根五粒呢 当这个五根五粒呢 这个圆满发展出来的时候呢 他能够断转了 然后他就 转头 看着实力佛 实力佛 你相信吗 实力佛说 我不相信 哇 当实力佛讲到 我不相信的时候 那些还没有证阿富汗的 比丘连 真正看着实力佛发展 为什么实力佛啊 跟随佛这么久 十多二十年 还有谁知谁见 连佛讲的话 他都不相信 那佛有神通知道 这些比丘的那个想法 他就问实力佛 为什么你不相信 他说 当我还没有亲自体证之前呢 我是不相信 当我体证了之后呢 我才相信 这个时候呢 佛陀赞实力知道了 啊实力佛 你真的是智慧第一 你们想做智慧第一的 啊 想做智慧第一的 不要人家讲什么东西 你就相信 今天师父跟你讲什么东西 毫无疑问 一百巴仙相信 你回去了之后要去思考 师父讲的是不是对 对的话 那是现在这场所中 啊 是不是这样 啊是这样的话 那接受他 你这个时候 接受他是相信 你所体验的东西 来印证我所讲的东西 而不是呢 麻木的相信我所讲的东西 所以学佛的人必须要有政治正见 啊 假如没有政治正见 人家跟你讲 啊 只要我们用这个方法死了之后 你一定到哪里哪里 啊 对对对对对 哪 你怎么知道对啊 你下次已经去到哪里呢 你怎么知道下一生 现在的事情 你都不能够掌握 更何况是下一生的东西 对呢 啊 所以我们学佛要学得有智慧 所以讲为 修团不同的团成 有不同的教导 有不同的道工 啊 我也曾经学过 缅甸的餐房 就是密集的课程 缅甸呢 跟泰国呢 两个都是佛教佛教 他是缅甸的修餐房 一般上他都是比较密集的 但是你去到泰国呢 你就很少看到密集的 泰国的修行房 他是一天里面有几个集体的经座 比较两次 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然后其他时间 他就要叫你做一些工作 比如说服务师长 啊 学这个监狱 读这个经书 啊 然后照顾你周围的环境 啊 保持寺庙的清洁 这些我们都要做的 但是也许你去到缅甸呢 真正的产生中心 他不给你做这些 啊 吃饱了之后呢 就是 14个小时呢 不是坐 就是走 不是走 就是站 啊 而且他们每天都有interview的 啊 其实两个传承都有他的长处 也有他的短处 啊 这是从我的经验里面告诉大家 他是不一定是正确啊 你们要去自己体验啊 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啊 我也曾经 学过缅甸一级的参修 缅甸一级的参修呢 是每天要interview 每天interview 有他的好处 也有他的短处 他的好处呢 就是那些喜欢偷懒的人呢 他不敢偷懒 因为有功课给他做啊 他不敢随随便 假如 对于某些人的话呢 过分的逼他 给他太大压力 就心慌了 就好像我以前呢 修行 早上呢 比如说师父说 啊下午你的interview的时间 是下午几点 我们早上做到中午呢 完全没有成绩的话 我们就开始心慌了 糟糕了 半天了 还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等下师父问起来怎么报告 啊 就在那边胡思乱想了 想要怎样去回答师父 问的东西了 他在那边很烦 很烦 我的心啊 怎样去关了 关不起了 那到时间去到那边的时候 他两只眼睛灯住你的时候 哇发抖了 不知道要讲些什么东西 整个头脑里面空白了 我发现到有些游戏呢 他为了应付师父的interview呢 他就把书里面读到的东西来讲 师父问他说 怎么样 我可以看到明跟色 它的分别 怎样分别 我可以看到卡拉巴卡拉巴 一直生灭生灭生灭 对啊 这样再修再修再修 我就问 你真的看到卡拉巴生灭 没有啊 他天天问我同样的东西 所以我不是讲看到咯 那也许呢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修探 不是说不好 对某些人他的确是好 但是对某些人不一定是好 同样的在我们的智商手中 你去做工的时候 你也可以发现到几种人 有些人呢 自己一个人做工 没有压力之下 他可以把工作做到很好 你不用给他压力 他可以把工作做到很好 完完整整 但是老板假如站在他后面做的话 他做到啊 乱七八糟了 这边搓那边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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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两种人 还有一种人呢 他要老板一直骂一直骂他 才会做好工作 没有骂他不会做 所以修行也是有种种不同的人 有些人呢 你假如给他太大压力 他修不来 你给他啊 应该紧的时候紧 应该松的时候紧 他们反而进步很快 所以我不是说 哪一个方法 哪一个方法不好 是说 那一个方法 就如适合你的话 那个方法就好 那一个方法 就如不适合你的话 那个方法就不好 所以中国有句话讲啊 要无规见 能够治好你的病 就是良良 明白吗 我们修行的方法呢 不是哪一个最好 哪一个最不好 能够对视你的问题的 那个方法是最好的 好像你现在坐在这边呢 啊 老师跟你讲 你要抓住啊 每次守住在这个呼吸 净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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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 啊这样这样这样啊 去行 我听了是躲的 我是躲的 啊去那边看着别人静静在坐 我们也静静在坐 老师没有来看你的 啊 坐了一段时间呢 就慢慢头皮下去 睡觉 等一下 睁开眼睛 哇 刚才一点 现在坐到四点多了 坐了三个小时了 心里面很满意啊 很满意 其实我现在想回来啊 整个过程不知道 是睡了三个小时了 不是坐船三个小时 有时有些参修的地方啊 老师他没有去看你 他只是叫你去修啊 他也没有在那边陪着你啊 他不知道你的进展怎么样 他只是时间到叫你来interview 然后就听你的报告 那你的报告假如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那很好啊 那你假如是常常要讲片话的话 那听你那样讲 他就会印证你啊 你的境界这样是 sotapana sotapana 啊你高兴死了 我是sotapana 一果了 不是啊 因为他是听你那样讲 就会印证你的境界这样是一果了 二果了 一禅 二禅 三禅 有一个人他跟我讲呢 他的老师跟他讲 他真的失常 我每次看他静坐 我心想 哎 失常的人啊 每次静坐的头啊 看不见了 有一点你看去啊 就是好像没有头的人了 这个不是台湾家真的是这样啊 他跟我讲他真的是禅 他每次看他都是睡觉啊 不知道那禅是什么禅 我不知道 那个可能是睡禅 我跟我的师父住的时候啊 他很强调的就是 他每次做的时候啊 他要看着我们 你做的时候 假如你睡觉 他很不客气骂你的啊 有些禅师他凶的话呢 他包一包一包的水啊 等着你啊 然后再过一个禅师就是这样啊 他每一次静坐呢 他叫人家做 一次做就是留个小时啊 然后他就坐在前面啊 等啊 很多包水 一个做了一次 一颗水 一颗水啊 他就叫你几次啊 你还不醒的话 他去到那边一包水 啪 过来整整四四啊 哇 你可以啊 清醒三四个小时啊 我的师父呢 他就是这样啊 有时候离球啊 排排座 所以我们是很累 累到他受不了 在那边睡觉啊 他就叫你啊 提起正面 提起正面 你就 但是啊 坐坐一趟 就是这样 但是啊 他叫多几次啊 看不叫 他就发发声 叫你的名 居士们你们看 你们看 这个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 哇 一讲到看你 那个睡魔的 跑到哪里去了 三个小时 你可以很精神 坐在那边啊 不会睡觉 禅师他有禅师的 道风啊 所以个人的教导方法 不一样 我们学禅师 有时候啊 不要慕名啊 我们听说 某一个禅师很出名 他有很多的弟子 不一定就是好啊 有时候那些极极无名的禅师 因为人少 你跟他学 他可以 照顾到你 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这些堂堂呢 他就是几百个人 每个人都是像佛 你们也像佛 他也像佛 你们在睡觉 老师他不知道 但是我的师父呢 他是像座居士 也叫我们像座居士 他是坐在最后一个 我们比丘坐在他前面 然后呢 居士就看着我们 我们看着居士 那你看啊 谁分层的话 他全会知道 哪一个人分层 哪一个人睡觉 他知道 你分层的话呢 他就发发声 叫你的名字醒来 所以啊 他的宿命的方法也不一样啊 他是没有密集的 他也没有interview 他没有每天说啊 你的进展怎么样 但是他在这场手中观察 观察 那有时就给你当佛一棒 他有时呢 你进座下了座呢 他就叫你啊来 帮我按摩 我们在接下的时候呢 他一天给我们14个小时的进座 晚上呢 十点结束了 十点结束 我们都累了 想回去睡觉了 他点零了 点四五个 啊来 帮我按摩 他就很舒服 睡在那个床上呢 我们就惨了 睡也不可以 所以帮他按这边按那边 按到他睡觉了 走 他的眼睛又张开了 就按按按按 按到一两点了 他还不管你啊 惨了 一两点了 四点要敲钟了 你还不要给我们去睡觉 哇 心里面啊 越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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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面 你骗了 我在受苦 你在享受 啊 不管你 等下他 上个眼睛 啊 几点了 两点多了 啊 去睡觉 啊 等一下不要忘记起来敲钟 哇 哈哈 原来以为他有同情心啊 叫你去睡觉 给你睡长一点啊 哪里知道 叫你四点 然后起来敲钟 要命啊 我们心里面很不高兴 去睡觉 师父叫啊 没有办法 四点也要起来敲钟 起来有时啊 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啊 哇 很苦啊 苦到不得了 但是他就是这样的顺悦你啊 他看啊 你的反应 你的表现怎么样 你有没有那个忍辱的精神 你是不是不高兴啊 眼臭臭 有些人他不高兴 他是拼命安 拼命抓抓 给他痛 他说你要拆五支啊 哈哈哈哈 也是啊 你跟那个禅师 他就是这样磨练你啊 他不用interview你啊 现在怎样怎样 提气有没有减少啊 他不用问你 他就是给你这些磨练啊 然后看你的反应 你的反应怎么样呢 他就知道你的程度到哪里 那一次我一个同修呢 他修得很苦了 他就想走了 他还没有收他的东西 他去见他 他就想走了 是吗 我的同修吓了一跳 师父有神通 师父有神通 我刚刚想要走 他就会知道师父有神通 因为我是我师父的 他说是经验谈 因为他也经过训练了 我们的心态呢 表现出来的东西呢 下一步要怎样走 他知道吗 所以他不是有神通 他是经验谈 他就告诉他 你下一步要怎么走 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种训练法 然后他注重缠在生活中 好像他叫你去洗厕所 你去洗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 要洗干净一点 你就去洗 洗到干净净净 你以为洗好了 他整天就去看 回来他就大骂你一顿 你洗得很干净 你去看 你再去看 怎么去看 你明明是洗得很干净 还不干净 回来跟他讲 师父很干净了 再去洗 心里面 不甘愿去洗 你知道吗 越洗越貌 越洗越貌 越臭臭 他看着 他就笑笑 你还有这个地心 要磨 好像阿湞叉 也是一个洋人的弟子 去跟阿湞叉学生 他就天天希望 都有机会 跟阿湞叉按摩 洗脚 照顾他 其他人都有机会 去帮他按摩 他就是不叫我进去 所以他就觉得很委屈 似乎不看重他 有一天阿湞叉特别叫他进来 来来来 那一天他很高兴 去跟阿湞叉按摩 按摩 按摩 被阿湞叉从床上 踢掉下来 哇 他几身去 大骂阿湞叉 为什么你踢我下来 阿湞叉说 你不是很喜欢来按摩我吗 他看着你真的是很真诚的想来按摩 所以有时候你遇到好的禅师 他没有肯定问你的进展怎么样 他是从你这场什么状态 讨厌你 有一次我去到阿湞叉 听那边的比丘讲给我听 他说有一次呢 有一个比丘去阿湞叉修 他的禅师 他的禅师很好 他一座可以做几个小时 所以每个人都讲他的定力很好 定力很好 那有一天呢 这个主持呢 为了要知道他的定力 他就叫一个洋人旅秋 你带他去行脚 行脚就是去走圣灵了 然后他就带着这个旅秋去 回顾一个大圣灵里面 走走走走走了一两个礼拜了之后呢 晚上钓鱼上讲定了 明天再见 明天那个北丘醒来呢 去找那个洋人北丘的洋人北丘不见了 也许平时不见了 不要钱 他像你们照在家就是 他不见又不见了 我自己回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钱 但是比丘是没钱的 你被抛在那个荒山野岭的地方 你就慌了 没钱怎么回去了 你没有依靠 没有依靠就慌了 慌了害怕就哭了 就去找村庄三帝民族 讲给他们听 我的老师很快 我来读读 因为我在这边他回去了 那些三帝民族呢 看到这个北丘哭到这么伤心 啊可怜了 啊 召集一下 偷偷买了 我送票给他从前卖 装为股份 回到寺院里 哇 他们不委屈啊 投诉主持了 哭给主持看了 主持叫 哇你的定律这么好 啊 啊 啊 这个定律好不好 就是控它劲 你能够保持不动吗 啊 啊 所以个人的训练 方法不一样 真正的呢 战场呢 不是在修行中心啊 真正的战场是当你 在待人介入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战场 他骂你啊 欺负你啊 这个时候就看你真的有没有定律了 有些禅修中心呢 帝也不用理想 什么工作都不用做 你就是 进行 进坐 进行 进坐 你的责任就是这样 那也许呢 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 帝也有一定啊 因为你不用忽略到 事的问题 安全不安全的问题 但是个出家人就不一样 好像我们有时去行脚走森林呢 晚上呢 走到哪里你就睡到哪里 在大森林里面呢 黑漆漆 你就是在那个树林里面呢 掉着一把雨伞呢 在那边睡觉 也许你们没有住过大森林 你去那边你真的是不会睡觉 大森林晚上黑漆漆会很恐惧 你会看到那个树 风吹来摇摇一下 好像鬼在那边走 你会一直去幻想这些东西 因为你没有住关这些地方 你会很爱它 那有时候 圣灵里面 一些动物的声音 你没有听过的 它的故事像小孩子一样 你假如不熟悉 你比如说鬼来了 有些鸟啊 它在半夜里 它会发出很恐怖的声音 你很可怕 平时你在参修中心事 是很有定力啊 但是去到圣灵里面啊 那就不一定有 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局势 他在教导这个禅修 常常到学院去教导学生 他教导学生啊 怎样寡 都定都定都定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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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跟我讲 师父啊 你知道吗 我那一天去丁城 去圣灵里面修行啊 晚上我不敢下来小便嘛 圆圆一间的毛跑女 一个人一间 他住在一个土地里面啊 晚上我小便他不敢下来啊 平时你以为说啊 no thing no thing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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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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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性 习性习性习性 那个时候 工会不可以用了 真的啊 你遇到的时候 工会不用不上 好像以前阿战查 讲他修行的时候 他听人家说啊 修行一定要到坟墓那边去 所以他就去坟墓那边修行 他是跟他的卡比亚一起去 卡比亚一边 他另外一边 钓那个雨伞的 当天晚上 他说好不好 就人钢那个死尸来 放在他旁边 给他关照 阿战查第一天来 就人家刚那个死尸来 挖山查的怕了 然后他就想不可以走了 当天晚上他就硬着头皮呢 在那边挖那个雨伞 他就躲在雨伞里面 就好像很安全一样 哇好像有一个保障 其实鬼来的话呢 你躲在雨伞里面 那一层薄薄的纹纱 怎么能够保护着你 但是他说啊 躲在里面好像很安全 一出来外面就怕了 一出来呢 又赶快躲进去 他说啊 好不好呢 那个晚上呢 他说一直听到声音 哇 他听到声音 他害怕了 他眼睛闭起来了 不敢看了 里面一直不拖 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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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啊 虽然是不拖 但是整身就在发抖 一直听到那个声音 在他面前 哈哈哈哈 整个晚上 哇 他说第二天清亮了 起来他去小便 小便出来全部是雪 害怕吧 那一样啊 他说啊 平时所用功的那个功会都用不上 所以我们讲啊 修行是多方面的 你要去尝试 也许在参修中心的 他说啊 我的定力已经好了 我没有还好 不是啊 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才知道 所以那天有人问师父说 师父 啊 你怕死吗 我说 等我要死的时候才可以讲 怕死不怕死 因为我们现在跟他讲过 怕死不怕死 是我们 猜想过 你会怕不会怕死 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啊 你才知道你会怕不怕 明白了 因为我们的低性烦恼 且不在我们心思里面 没有进来考验的时候 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讲啊 有时 在修行里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 人家在骂你 人家在毁谤你 你不要觉得这个是不好 你应该觉得呢 这真正的是一个机会给你学习 好像平时呢 我们朋友吃心 看到人我们也不会怀怒 看到人我们也不会生气 但是不然间啊 一个人啊 在你脸上啊 挂了一巴掌 那个时候你没有吃心啊 没有吃心啊 就知道了 这当头一放啊 才知道我们有Metal 没有Metal 意思也许啊 没有人来伤害你 没有人来毁谤你 你不知道 所以当有人来毁谤你 有人家来伤害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你里面的烦恼还有没有 所以修行呢 不是在表面公布啊 有时候 你要多方面去尝试 尝试了之后 你才知道 你真正的 公布到哪里 那 同样的 有时候 没有进来考虑你的话 也许你现在 哎 我好像是收到巴纳了 没有烦恼了 也不会想要伤害人的 因为常堂里面呢 大家都是敬意了 他也没有机会 讲那些话 以来刺激你了 你也没有机会去吃其他 所以你的心也会平静 一次呢 有人照顾了 吃完了 也有人帮你拿去洗了 周围的环境呢 你也不用去打扫 但是 我们在试院就不是这样 有一个时候呢 我刚刚出家不久了 我住那个试院 里面是很大 里面有二十多个比丘 吃饭的时候 二十多个比丘 没有一个啊 缺席 还可以拿饭 还可以拿饭 但是 下午四点的时候 敲钟 打扫 只有三个人 去哪里去哪里去了 心里面呢 越少 越烦恼 越少就越烦恼 这些叫我 吃了人家供养的东西 不来打扫 只有我们三个人 你看你看 只有我们三个人 越少越烦恼 越少越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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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骂不好 骂骂用久了 断了 剩下几根 爷姑而已啊 越少越烦恼 越少越烦恶 骂骂 骂骂也不好 又怪那个树叶 为什么主持喜欢种这种树 树叶这么会掉的 雨水又弄到 全部粘在那个杨灰那边 扫不动了 这些全部砍掉就好了 应该种那些大刀片 掉下去很容易扫 边扫边骂 边扫边骂 后来呢才知道 这也是你们功夫明白吗 所以有一句话 扫地扫地扫心地 心地不扫空扫地 若人能将心地扫 世间无处不尽地 这是我们扫地的时候啊 我们不懂回来看那个心 保持呢 不要升起喜欢跟不喜欢 在里面一直滚一直滚 这就是我们修行不懂的看心 有人少也好 没有人少也好 当你的心生起烦恼 你看着 啊 烦恼什么 这个烦恼是我们过去的细性 它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没有碰到镜 我们看不出 当碰到镜的时候 这个烦恼产生了 啊 我们里面还有这个烦恼 我们还有这个敌人 这个镜呢 给你看到你的敌人 里面的烦恼 现在这个烦恼 我们要对止 啊 所以我们讲啊 假如一个人修行的时候 平时也是要呼吸来 培养他的正念 正念培养起来的时候 时时刻刻回来 反正你的心 你就越来越认识自己 越来越认识自己 你里面有哪些坏的习惯 你的汤减少了吗 你的车减少了吗 你不用问禅师啊 你假如有正念 你回来反正的话 正念就是你的老师了 你不用去问 师父我吃饱了没有 假如你吃饱了 你还去问禅师 师父我吃饱了没有 我当过一棒给你醒啊 保不保你自己知道 你问我说什么 我们里面有没有烦恼啊 你不用问别人啊 你问问你自己 当进来考验你的时候啊 那个烦恼有没有升起来啊 明白吗 不是啊 平时我们没有进来考验我们的时候 啊呀 survive survive 泰国人讲 很舒服很舒服 没有烦恼 我的心很清凉 但是当这个逆境一来的时候 哇 不得不得 修行啊 不是做而已啊 每一样的工作呢 每一天生活中的行足做过呢 都是修行 当你拜人接物的时候呢 都是修行的好地方 给你看到你的心 真的有自卑吧 就好像我在观点参修中心 幸福啊 很多问题啊 有些有心理问题呢 有些有家庭问题的 有些有健康问题的 有些有健康问题的 天天来找你啊 有些信徒更奇怪 师父 师父 我很苦 希望你快解我 我就问他 啊 你怎么苦 讲出来 他就 一诉苦 讲他的sorry啊 他就一直讲 一直讲 讲三个钟头没有停 我们就很累啊 所以我们累到不得了 那个心开始煩躁 哦 不要紧 不要让那个心设计煩躁 慈悲就是在这个时候培养 可怜他啊 不要紧让他发泄 他很苦 让他发泄 给他发泄 发泄 发泄 啊 师父我没有东西问了 啊 谢谢师父我要回去了 哈哈哈哈 他一句话还没有听到你讲啊 他受苦了 他想师父 我没有什么事情改天 我才来找你啊 我们在看我们的心啊 他在受苦的时候 你生起厌烦 你生起厌烦就是没有看我们的心啊 啊 不要紧配仰慈悲心啊 忍辱心啊 忍辱忍辱 忍辱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啊 啊 我们也在修行明白吗 啊 有时很多样的人 他们来见你的 有些呢 就是 几句话一直重复了 一直重复 重复了 一直重复 啊 你跟他讲讲讲 等下绕回一个圈子 啊 是不得了几句话 我就看到 哇 心里面开始 不耐烦 啊 不要被他骗 正面正面正面 啊 这也是我们修行的地方明白吗 啊 所以修行是 每一个时候都可以修行 假如你有正面就可以修行 不一定啊 修行在弹起腿的 人家修行 一定是你的行足作物啊 你懂得看你的心 像你的心 短照啊 那都是修行的 啊 好像我们跟朋友之间 或是跟同修之间在谈话 比如说谈话谈话 啊 还是坚持他的理由 那你回来看看你的心 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样 喜欢不喜欢 啊 所以有一次呢 啊 人家问阿真查 阿真查 啊 啊 什么是发真道 啊 为什么发真道叫做中道 发真道在哪里 啊 也许你问到许到禅师呢 他就跟你讲 发真道呢 就是啊 正见 正思为 正义 正月正义 他可以分析整个早上 也许你听到最后呢 还是一头雾水 我记得阿真查 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啊 他怎样回答 啊 发真道在哪里 发真道就在你两个眼睛 两个耳朵 两个鼻子 一个舌头 一个身体 这八个地方就是你的发真道 那什么叫做中道 就是当你的眼睛看到色的时候 不要升起喜欢 不喜欢 耳朵听到啊 声音不要升起喜欢 不喜欢 鼻子嗅到味道的时候 不要升起喜欢 不喜欢 嘴巴尝到味道的时候 不要升起喜欢 不喜欢 升起初到 也不要让你的心 升起喜欢 不喜欢 中道就在这边了 明白吗 啊 啊 那谁走在这个中道的路上来 正念 没有谁了 明白吗 所以他的开示啊 我相信啊 种田的人也可以拿来修行 少龙沟的人也可以拿来修行 他就是很简单 他都会跟你讲很多理论的东西 因为有些人听不明白 但是假如你的眼睛 看到东西的时候 你常常回来看你的心 有没有升起不满 有没有升起贪 那你很容易做 所以修行的关键呢 假如我们能够抓住到这个重心点的话 我们可以示范功非明白 所以讲个人有个人的修行法门了 这是我在泰国 我所体验的一点点体验了 我觉得禅修是在日常说中 真正的战场 是在这什么时候 总不是在禅堂里面 所以今天就是跟各位分享 这个小小的心 其实我学到的东西也是很少 有时我也会发脾气 但是呢 发脾气 察觉了之后 看到你的敌人 要讲方法对视你的敌人 明白吗 不要让他每次骑在你的头上 欺负你 你一定要找方法 把他打下来 对 在这场所中 后到逆境顺境的时候 回来往你的内心去反战 常常回来反战 常中有句话讲 佛在心中做 莫往身外求 明白吗 你们要求佛 不要往外面去求 在这个心里面 常常回来反战 什么是佛 佛就是觉着 你要觉悟呢 要常常回来反战 你内心的感受 你内心的念头 你才能够认识你自己 你才能够认识一切事物的实现 你才能够认识你 所以不要忘记 佛在心中做 莫往身外求 心静活路静明来 不要等到下一生才来修行 我死了之后去到那个地方 我才来修行 你知道你肯定去到那个地方吗 现在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了 更何况是下一世的东西 佛就讲了 现在当下的东西明白 佛不叫我们回味过去 也不要叫我们既往以未来 我们常常会唱一首歌 明天会更好 我们是活在理想里面 不是活在现实里面 佛头是叫做好你的今天 那明天肯定会更好明白吧 好了就是这样接受今晚的讲座 希望你们也能够明白 知道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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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